歡迎大家收看 世界越來越爐節目 在這集節目當中 我們特別請到了 前核四廠的廠長王伯輝 他可以說是臺灣最懂核四的人 我覺得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很多談核四的人 不管是贊成或是不贊成 其實真正的專家並不多 尤其是政治人物 每個人有自己的不同目的 有個人的不同的理念等等 但我相信 什麼是臺灣精神 其實福音科學就是臺灣精神 我們還是要從科學去看事情 就像之前的疫苗一樣 你覺得這個疫苗好 我覺得那個疫苗差 但是我們想看的是數據 我們想聽的是 科學家的一些實驗結果 所以在今天我們節目的 第一個單元王廠長特別 從圖片告訴大家 核四的設計 最高的指導中指就是安全 沒有安全什麼都不用談 所以在安全上 做了哪些的一些防護 有別於福島核災的電廠 所以王廠長給大家做了一些 非常非常專業的一些說明 那麼在這個小時 我們再來談一些其他的細節 包括我們看到民進黨 最近帶大家去參觀核電廠 很多政治人物都去了 那去了以後回來據說 大家的印象都非常不好 比方說這個核電廠 天啊 就是這麼狹窄 走路都會碰到頭 怎麼施工 你怎麼重啟 亂七八糟的 天啊 核四蓋了個半天 蓋成這樣 這樣的東西 像個廢墟一樣 還要重啟嗎 我是當時他們要帶 委員進去的時候 我當時覺得很奇怪 我說他們怎麼敢帶 委員進去 結果呢 結果是一個非常精心的設計 把委員帶到管道間 把委員帶到財油機房 財油機本身是一個商業 非常不是為了核四 而定做的東西 所以我們的管線 必須要遷就財油機 所以財油機裡面的管線 都是很密密麻麻的 都是很密密麻麻的 這絕對是這種樣子 那其他的東西 都是核四定做的 其他像環電氣廠房 氣機廠房 非常的明亮 財油機廠房 其實也非常的明亮 但是他們帶去的地方 是比較特殊的地方 那還有一件事情 像錫雯輝錫處長 以前我的青年中心主任 所有的測試都是他負責的 他現在也跟人家講說 你看這個導線管 跟那個東西夾在一起 那下面又有一個核二的 那這個東西怎麼辦呢 我可以跟各位講 導線管本身是導線 裡面有信號線 它是防止電磁波 去影響這個信號線 然後呢也保護這個導線管 所以導線管跟導線管中間 它的施工規範裡面是說 只要插一吋就好了 一吋是非常小的喔 然後假如說中間是夾在一起的時候 因為導線管密密麻麻 會夾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就很簡單 我們就寫個報告 請包商去把前面的牙 弄鬆鬆的拉開 我敢這樣講 一個這麼大的核能電廠 不是沒有問題 小問題絕對有 但是呢 都不是致命的問題 假如今天是一個致命的問題的話 他老早提出來了 而且只能提這幾樣的問題 各位從反向來思考一下 只有這幾項錢好提而已 其他還有什麼問題 對不對 其他還有什麼問題 所以他們一直在講說 哎 第二次開記者招待會的時候 他們還有什麼問題好提 沒有啊 只提說 只提說什麼 重啟要幾年 重啟要幾年 沒有提什麼問題啊 對不對 所以呢 各位 好好去思考一下 我那麼大一個電廠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電廠 只有這幾個minor 不是很重要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核市場是我們精心 去把它做 做得非常好的一個地方 是 這是沒有錯 我想大家有興趣的話 上網去爬梳一下 因為我們看到後來公佈的一些照片 包括許永惠公佈的一些照片 就是說這個核四跟這個來比較 那核四因為他拍的是 這個比較近的一個 對 比較近 那另外這個核市場 拍的就比較遠 那很遠的部分看起來 哇 就竟然有去 痕跡的部分 看起來這個很凌論 第一個視角不同 第二個位置不同等等 我覺得放在一起 比較是一件 蠻不科學的一些事情 這是一個 當然這個管道間 今天我們也能夠理解 其實廠長告訴大家 它就是一個管道間 你要它多明亮 多乾淨 多整齊 多寬敞呢 不太可能 所以選擇性的參觀 帶立委大人們 去看這些是幹嘛 我覺得這個動機呢 就讓大家覺得 沒有錯 不是太科學 那還有一個 我想請教您 就是我們的這個領導人 蔡英文一直告訴大家 他有很重要的一個論述 我覺得也蠻能夠打動民眾的 叫做核四的硬體已經過時了 所以蓋啊蓋啊 蓋到後來根本沒有辦法啟用 所以馬英九只好封存 那很多這個論述就順著 它的這個邏輯一路推說 對啊 核四蓋到現在為止 連一度電都發不出來 意思就變成 核四為什麼當初會封存呢 因為它太糟了 糟到這麼舊 連啟用都沒有辦法 連一度電都發不出來 你只好去把它封存啊 那所以你現在去啟用這種東西 重啟這種東西幹嘛 哎呀 這個東西 就是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 我們這些政治人物 尤其蔡英文 蔡總統 我就明著講 你懂工程嗎 每一個大的工程 都有一個我們引用規範的 一個截止日期 像核二它是用1960幾年的 美國基階工程師協會的一個規範 核四是用幾年的 1989年機械工程師的規範 再加上1995年的修正版 這個工程師規範 很少修正的喔 我們都是以那個東西 當作截止日期 所以核四到目前為止 是最新的設計 有比我更新的設計嗎 請他提出來 我跟你講 我請他提出來 還有一個 你說沒有花一度電 所以不用用 你不讓我花電啊 你假如讓我放燃料 我就花電啊 對不對 你不能這樣講啊 你不讓這個機器生雞蛋 然後你跟他說 他從來不生雞蛋 所以這是導應為果 對 所以我們聽這話的時候 我們覺得 我跟各位講 我很多同事 聽到這話的時候 都覺得很憤怒 你是不讓我做 而不是我不能做 而且當初為什麼封存 其實是因為政治理由 對 在馬英九主政之下呢 民進黨幾乎是以命相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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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靈異使用要絕世抗議嘛 是來真的會出人命 所以在那樣的一個 政治僵持不下 馬英九這個以和為貴 當然後來很多人批評他 太軟弱 沒有破例 所以他進行那個封存 那為什麼當初是叫封存 不是叫廢除呢 封存的原因就是 希望說政治的僵局無解 我先stop一下 先暫停一下 所以把它封存 那封存之後呢 未來萬一這個僵局可以解 我們再進行安檢等等 我們再把它這個啟用 所以民進黨最近 也在帶一個話說 封存是為了啟用 這什麼邏輯啊 我看到還有一個醫生 他做個比喻 就像男人結紮 結紮是為了打通書經管 然後再去生小孩 可能嗎 但這個邏輯很多人聽懂了 很多人說我已經聽不懂 什麼叫做核四 封存是為了啟用 為什麼封存是為了啟用 而結紮怎麼會為了 再生小孩 因為我也不是醫生啦 但是我覺得 這個結紮跟這個不一樣的事情 各位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有很多的軍艦 封存在舊金山灣 有很多的飛機 封存在沙漠裡面 為什麼 我們現在不需要那麼多飛機了 他把它封存 當時我接到封存這個命令的時候 我根本不知道 封存這兩個字從何而來 結果呢 我仔細去問了以後 封存這兩個字從金氏 從金氏的語言過來的 封存 然後呢 我相信講封存這個人 他也不知道怎麼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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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說 當時為了政治上的和諧 把它封存掉而已 那各位 我再講一下 很多政治人物所做的工作 因為政治的語言所做的工作 都是要科技人來幫他解 幾個例子來講 阿伯時代停建 停建這兩個字 你知道臺灣受到多大的傷害嗎 因為停建了四個月 大法官四縣再續建 當時我在台北 當品質處的副處長 當時有很多當地的人在哭 真的哭喔 他們就打聽 到底是玩真的還玩假的 結果大家都說玩真的 結果奇異公司 我們的顧問公司 開始把人Lay off掉 退休金算一算給人家了 我們四個月以後再續建 結果呢 那些退休金都要我們賠 然後這個還沒有關係喔 奇異公司向世界各國訂的設備 聽到台電料停建 趕快備料 趕快做 因為什麼叫 殼爺已經弄了嘛 趕快備料 趕快做 拼命的做 送到工地來 結果呢 我工地的硬體 沒辦法爬上來 工地的廠房 沒辦法爬上來的時候 送來的設備就沒辦法 運到廠房裡面去 所以我要建非常多的倉庫 來放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裡面又有什麼 又有是移控的 又是機械的 移控的要放在冷機倉庫 有些是放在普通倉庫就可以 我跟你講 越放是越不好 這實際的 所以每個設備要拿進去以前 我們都是要去做很多的測試 好 這個常常這樣子好不好 這個怎麼封存 怎麼重啟 我們稍後再仔細再來談一下 但是最近我覺得民進黨 因為策略上我覺得 他們還是相當成功的 所以你看到 最近這四大公投 它的差距都慢慢接近 那當然這個反核 是民進黨的信仰 蔡英文的無核家園 一上任目標 就定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大目標之下 接下來的科學 就完全不重要了 所以最近在一場核四的辯論當中 他們就請出了這位徐永輝 當然徐永輝 他過去當過前核二廠的廠長 那您是前核四廠的廠長 所以媒體今天開玩笑 說核二大戰核四 但現在完全是兩方的立場 完全是不一樣 一個正方 一個反方 您當然現在是贊成核四重啟 他是強烈反對核四重啟 所以他在這場辯論當中 他擔任反方 但是由於他的專業背景 我覺得聽進去的人 也非常非常的多 當一個前核二廠的廠長 他曾經在核四工作過 而他出來告訴大家 核四不安全不能重啟 我相信這個話 也很多人聽進去了 您曾經跟他共識過 那很多人就想問一下 因為過去他擔任 在核四工作的時候 他負責的一些工作細節 好像也跟一些測試有關 那是他當時負責 什麼樣的一些內容 還有當時呢 在進行不管各項測試的時候 安不安全 這也應該是他的責任吧 所以假設不安全 他當初有跟您提過嗎 因為怎麼講 測試我們都通過了 那表示說測試通過以後 都比要求還高 所以表示是安全的啊 所以我昨天有一個媒體 他特別告訴我 他在立法院在發表的 那個什麼叫 記者招待會以後 要跟我查證 我說不要什麼查證 習處長在104年的時候 他104年還103年的 應該103年 他報告的時候 他經紀報告的時候 是核四是安全的 那為什麼幾年以後 變成核四是安全的呢 有誰去拆了核四的設備 沒有人去動他 好好的封存了 那你就因為老闆不一樣了 上面的執政黨不一樣了 這個是安全的 他跟張家柱部長講說是安全的 然後呢現在呢 部長不一樣了 又說不安全 所以只要談這計畫就好了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有一個報告是109年的 核四重啟計畫 那計畫裡面寫得非常的清楚 我就明白了講 但台電否認喔 說那個報告不是他們的 他否認就好 對 他否認 因為那報告到最後 可能會水漏輸出 誰檢測都會檢測 但是這個報告 我敢講 我看過這個報告 為什麼我看過 因為剛開始我是 連看都懶得看 他說辯論完以後 人家說王先生你仔細看一下 他報告這樣 我看了以後嚇一跳 真的嚇一跳 因為這報告 皇室寫不出來 我跟你保證 皇室寫不出來 我甚至還可以這樣講 李一平李教授也寫不出來 因為這個有工程背景 實務背景的人才寫得出來 而且還不是一個人可以寫的 他連預算都寫 連哪一個要先做 哪一個後做 都寫得非常清楚 當時我就跟這媒體人講 我說你只要看這兩件事情 就好了 這個報告裡面寫說 何事重啟 雖非易事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也不是難事 也不是難事 然後他又講了很多 講了很多 然後就說 我們把它封存 都封存得好好的 那你假如說 封存得好好的 當時也說安全的 那你現在呢 就是因為換了一個政府 所以我還是想再追問一下 這個徐永輝 當時我知道 他在核四工作的時候 他也工作很認真 這個廠長一直讚美他 說他非常認真 非常負責 所以這樣一個 認真負責的個性 假設在當時他看到了 哎呦這邊不太安全 哎呦那個環節不太保證 不太是有點問題 他也在場內啊 他的命也在場內啊 他是不是正常人的反應 他應該立刻提出來嗎 還是說他提出來會受到處分 他會受到處分嗎 還是說他提出來 你們會隱瞞嗎 你們會斥責他嗎 不可能 所以他當時發現了 有問題他不敢提出來 他直到現在政黨輪替 他才敢提出來 是這樣子嗎 不可能 不可能 為什麼 他所做的測試裡面 簽了那麼多份報告 請問一下他在反方的時候 他有提出來 哪一個報告不安全嗎 他只想說 設備這裡怎樣 設備這裡怎樣 那個是 我跟你講 我當時我在講過 一個那麼多電廠 哩哩哩哩的小問題 還是有啦 但是他有提出來說 我當時簽了哪一份報告 那是我 人家強迫我簽的 沒有 對不對 而且那份報告是不安全的 有沒有 沒有 各位 台電的一個報告 要送到原子農委會去的時候 不是這樣他蓋個章 就可以送出去了 是要廠裡面審查 合格 他蓋章 不但這樣 我們公司有一個 Joint Test Group 就是聯合適應轉小組 這是副總召集的 每一份報告 每一份報告去審查 每一個參加的每一個處 都有代表參加 甚至還有一個地方 顧問公司 被奇異公司 他要簽制 每一個報告都 奇異公司簽制 表示說他有參與 都是安全的 然後才從電力公司的公文 送到原子農委會去 所以原子農委會 審這32份報告 他沒有說這報告不好 他只是說這報告沒有審完 需要補充一些資料 一定要不要這話術 而不是說這報告做得不好 這報告不安全 各位有沒有聽到這種 沒有啊 對不對 所以我請教一下 當天辯論的是 許永輝跟黃世修 我在想一個情節 假設當天上場的是您 王伯輝跟許永輝 你覺得會是一個 什麼樣的情景 他會當著您的面講 當初我就覺得不安全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我現在還是認為不安全 我終於敢講出我心裡話 是嗎 他如果這樣講 你會怎麼吐他 我想他大概不太敢這樣講 一個人總是要有一點 良心跟良能 我講實在的 昨天就有一個 非常有道義的記者 他去問了 以前跟許永輝共識過的人 大概有十個人以上 十個人以上 都是他以前的老部署 他所得的答案就是這樣 做事情很認真 但是我們不同意他 把我們一起做的安全的東西 說成不安全 然後他問我說 廠長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的 我說對 我說對 然後呢 我也不同意他 把安全的事情扭曲 做成不安全 所以如果有機會 他要您辯論 您會願意嗎 我跟你講 坦白講 我也不太願意跟他辯 所以他在做緩方的時候 那個報告 那個辯論的場合 我連看都沒看 真的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去看他幹什麼 為什麼 不是他 覺得心痛嗎 因為他們一定會提出來一些 那種雜七大八的事情 來說 這裡不好 那裡不好 這裡不好 那有沒有什麼很大的事情 讓他提出來 沒有啊 昨天有一個 我就講 可能秀王也不知道 昨天有一個記者問我說 緩應爐電探資料不足 我就跟他們講說 這個是外行人 提這種資料 外行人提 為什麼呢 所有的緩應爐是東資跟日利做的 對 他是有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的 Nuclear stamp 這Nuclear stamp要幹什麼呢 現場東資跟日利的 所有在電探前 QA QC都看過 文件也要知道每個簽字 我們有所謂的 ANI authorized nuclear inspector 一定要看過簽字 其餘的人也要看過簽字 每個地方喔 然後台電顧問公司 要看過簽字 要release以前也要都有 然後呢 他們 我做QA出身的 他們不知道 只要release以前都要 文件都要付得好好的再過來 他說沒有 我跟各位講 他們都還不知道一件事情 這些資料 因為是N stamp的設備 所以呢 製造廠有義務 保持這個資料 保存到這個廠 壽命結束為止 他們都還不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在亂講 我就跟他說 你講這個東西 就是等於你沒有學問 我今天 我今天以廠長的身份講 我跟你講 我真的這樣講 你們不要這樣亂講 他們用籠統的東西 來火定一件事情 我覺得不要這樣 台灣的重大建設 你用Specific 比較特殊的 哪一個地方不好 你就講出來嘛 尤其要